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剛剛看到一條影片啊非常搞笑 一個中國人拿著台灣列舉的13條 來證明台灣比中國落後 但這個影片啊 其實是高級黑 我自己看了看確實是高級黑 但裡面有一點你到底是在高級黑 中國人還是高級黑台灣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帶大家來看 他到底是怎麼高級黑的 你們就知道了 看這段影片吧 奇怪了粉紅 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而已 還不是特別行政區 怎麼會沒有城管呢 現在你們連農館都有 台灣也要有農館呢 搞台獨是不是 雖然這個中國大爺啊 是在幫台灣講話 但還是要糾正幾點啊 像你剛後面說的 台灣夜市不收管理費或是清潔費 其實要的啊 每個夜市規定不同 這個明目也不同 但通常會收一些費用 但這個費用確實蠻低的 而為什麼這個中國大爺會這麼說呢 大家常看到中國的影片啊 邊被城管追 然後邊烤東西給客人 對不對 城管來了 大家跑來跑去 我們接著看下去啊 第二台北最低工資 25000台幣 換算過來才6000多 而且8小時連加班都不許 賺的真不多 飯店服務員保安七八千一個月 買台奔馳都得幹上兩年啦 相信台灣人應該都知道 他的錯誤在哪裡 明顯 他把台灣最低薪資說錯了 糾正一下 台灣最低月薪是26400塊 換算是6117塊多人民幣 而說實話 在台北啦 確實非常少給到這樣的薪水 剛出社會畢業的新鮮人 你給這樣的薪水 絕對招不到人 最低也要32、35、36、38 才招得到人吧 那換算下來就是7300塊 到8500塊人民幣之間 那我們對比一下 中國常態的普通人啊 就一般做店員啊 打工啊 超商啊 或者是普通白領啊 小會計啊 或是小財務啊 小行政啊 薪水多少 就三四千人民幣啊 相差甚遠 你每天還要工作10到12個小時 月休4到6天 唉 中國人民實在是太刻苦耐勞了 你看台灣人就是這樣 才造就大家越來越窮 大家越來越躺平 我們應該向祖國學習 天天天天24小時都在工作 對吧 我們接著看下去 第三 整個彎彎房價最貴的地兒 是台北要8萬人民幣一坪 高雄2萬5台南1萬5 而且房子是永久性的 這使得青年人沒有奮鬥的動力 太垃圾了 OK他這裡說到台北平均的房價 好像怪怪的 據我所知 標準住宅每坪應該落在58萬台幣上下 那他這裡說的8萬絕對是人民幣 那換算下來的話就是每坪34.4萬 明顯低很多 那他會不會說的是平米 中國那邊的平跟台灣的平數 單位不一樣 那我們這邊的一坪大概就是他們的3.3平米 那他說一平米8萬 那換算過來我們的一坪就是26.4萬人民幣 那換算一下台幣就是113.52萬 這明顯高速太誇張了 但如果他說的是台北市的興建案 那台北市的興建案差不多是105萬108萬左右 所以他這個數字可能比較貼近台北市的興建案社區 所以還是要說清楚一下 你的單位跟你的秘別還有房子建造的案類是什麼 總的來說啊 台灣省人民的平均薪水跟中位數薪水 跟中國比起來啊是高了很多 但我們的房價呢卻也是比他們低很多了 當然啦最近中國在特殊狀況嘛 中國的房價最近跌了5到25%之間不等 那這樣是不是比台灣便宜了 欸不對你還要看啊 他們是因為通說房價跌了薪水也跌了 是一起跌的 不是說房價跌了薪水不動 或是房價跌了薪水有漲 不是這樣的 但我認為重點還是在 為什麼台灣省可以有永久產權 而小粉紅只有70年不到的產權 需不需還要看中國的臉色 看到有沒有新建案的需求 而通常你買的新建案 也撐不到70年就爛尾了 而不是地基下跌 牆壁破裂 樓梯沒鋼 金天花板爆開 漏水漏電 對吧 這個品質多差啊 地方政府賣小產權房給你 欸結果被說是違建強拆 呵呵 政府賣給你了 然後政府再說 這個是違建 我的天啊 憑什麼台灣省人民今天還上街抗議 房價太高要居住正義 我們卻被告知不要給祖國添亂 對不對 我們接著看下去 第四 如果結婚誰提彩禮 會被人笑話是做買賣 從此抬不起頭 思想太不先進了 對吧 台灣省人就是這樣才窮的 通常不需要彩禮或是象徵性的彩禮 反正這個比例是逐年變少 導致男性沒有壓力去奮鬥 女性對另外一半沒有願景 所以呢 一個沒有壓力 一個沒有願景 大家一起擺爛 所以台灣又老又窮 還有我們中國還會台咧 這不是你們小鳳在講的話嗎 接著看下去啊 第五 在上大學之前 孩子家長竟然不知交學費這回事 而且老師也不許通過各種渠道 了解孩子家長信息 就進入學 不管你的房子是租的還是買的 這個中國大爺這裡說的 應該是要收點紅包的意思啊 對不對 不然哪有大學不收學費的 台灣省人 還不用買學區房 來累計信用分數 讓孩子搶得到好學校好學區 氣死我了 我一定要拿下台灣 讓台灣人過得跟我一樣 幸福啊 因為我不敢反抗中共 我怕死 奇怪了 你打台灣就不怕死 傻眼 我們接著看下去吧 第六 小區竟然沒有物業公司 衛生門廊 都有社區等等 況收意識太差 其實這裡還要看每家社區的不同啦 像我住的就有物業啊 打掃什麼收發貨都有他們負責啊 什麼社區的活動都他們負責啊 那相對來說你就要交比較高一點的管理費 但也有些社區他們是不請物業的啊 或是他們決定只請一個保安 外聘他們自己出這個管理費去請 這也是居民共同決定的啊 但小粉紅連自家物業都換 物業還可以拿你的管理費去隨便蓋東西 你抗議他還要找那個打江山部隊去打你 還想打台灣哦 先去打贏你家物業跟農款 再說要打台灣啦 對吧 我們接著看下去啊 第七 全台一張考卷考大學 沒有區別對待考生 而且一年兩次高考 第一次是一月份 第二次是七月份 考不考還可以補考 太垃圾啦 看看我們普遍的月入多少 四天五天 上班十到十二個小時 月休四到六天 這樣的競爭力 才被中國人去統治宇宙 打遍世界八千國 我們接著看下去 第八 全台機車比汽車多 生活成本是低啦 但多影響青年人分的吧 是不是 哪像我們偉大的中國啊 越來越多地方 連電動機車都禁止了 這樣才能好好的保護環境 讓那些大工廠 跟汽車排放廢氣越來越多 其實中國的工廠 都已經測廠這麼多了 也不用再禁什麼摩托車了啦 更換它還是電動的呢 汽車你們現在也都大量宣傳 要弄 比呀 迪呀 禁止電動機車 這樣才能為中國創造經濟收入 什麼意思 我買 你沒收 我再買 你再沒收 一來一往 一直到我老了 人生中要買20台電動摩托車呢 這樣就為祖國創造了 20台摩托車的這個 利益啊 GDP這樣是不是衝起來了 台灣省就是這樣越來越窮了 對不對 我們黨就是越來越有錢 我們接著看下去 第九 全台買高鐵票 不需要證減機場也不安檢管理太鬆散了 其實買火車票跟高鐵票上網訂的話 還是要輸入你的身份證啦 因為它要避免說你會不會一直訂 訂很多亂訂 然後不去取票 所以其實還是需要身份證的啦 那說這個機場不需要安檢 這個有點浮誇了 全世界的機場都要安檢 那捷運地鐵火車台灣省是不用的 那憑什麼台灣省可以不用 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我們接著看下去吧 其實啊 我們的健保費是依照我們的薪水去做調整的 薪水越高腳越多 薪水越低腳越少 那各地縣市的掛號費 不太一樣 那像花蓮秀鈴香啊 零塊就可以看病了 難怪台灣要破產 哪像我們祖國醫保 還分金卡跟藍卡 藍卡要去供養金卡的人 對不對 台灣省的官員竟然跟台灣省平民一樣 一樣level啊 真落後 不懂得父母官的辛勞 我們接著看下去 食品不顧科技沒有很活兒製作台語原始 所以食品科技創新發明者打壓太嚴 動不動就讓發明者進去採縫紉機 很不利於食品科技發展啊 對吧 所以台灣省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食物原本的鮮味 這個非常不利於強身健體啊 我們祖國人民從小就吃科技與狠活 從小就百毒不清 慢慢訓練那個抗體 未來如果遇到什麼大風大浪 我們都可以挺過來啊 我們的韌性很強啊 哪像台灣省人民啊 溫室里的花朵 像我們啊 抗議日本排放核廢水 不吃日本食物 但我們自己中國排放的標準啊 遠遠超過日本的六倍 我們卻還是天天吃啊 可見我們多無腦啊 接著看下去吧 12沒有土夫子 土地私有制 如果你懷疑下面有東西 可以把這塊地買囉 隨便挖 哪像我們祖國大陸啊 人民在自己家土地 挖的東西都是屬於黨的 即便你是從自己祖先的祖墳 挖出來的寶物 也是黨的 因為這個土地是黨主給你的 你的祖先分裂了國家領土 是一個頑固台獨 是一個頑固獨立分子 有病吧 我們接著看下去 13 農民60歲就得退休 雖然發的那點工資夠花 但老年人卻沒有了發光餘熱的機會 太不人性化了 相互對比之下還是我們先進 在我們這裡青年人有動力 中年人有創新 老年人有幹勁 回來吧 我們是親人 我們一起感受這份幸福 聽到沒有萬萬 快回家吧 跟我們簽和平協議或是福茂吧 反正都會是歷史文件 好 回到正常的人設 很多人說福茂 是讓中國有錢的人 有能力的人 有條件的中高端以上的人才 來台灣投資設廠 所以並不是引進林天天 或是阿強哥那種小粉紅 來台灣搶勞工的工作 膚淺啦 一個人帶六百萬來台灣設企業 你知道中國的企業裡面 都是有黨支部的嗎 你知道軍民融合 你知道中共會投多少錢 讓這些企業帶到台灣 但是他們在中國有黨支部在控制 那共產黨砸錢 台灣的企業 連郭台銘都玩不過啊 你看郭台銘的富士康在那邊玩得過嗎 玩不過嘛 我們再來講 你看喔 他用價錢跟你去競爭 淘寶大量合理方便的進來了 也不用在那邊很複雜的程序 以後說不定買的比蝦皮還容易 OK淘寶進來了 那我們可能TikTok也沒有了 直接抖音進來了 好他們的滴滴打車進來了 砍價 砍得比我們Uber還低 他們的這個美團外賣進來了 砍得比UberE負面打還低 這些等等等等諸如此類的 各種企業 通通低價進來台灣 台灣本土企業 甚至歐美企業 劣幣驅逐良幣嘛 倒了 那你說我們台灣人的生活 離得開中共控制的一切的企業嗎 離不開 離不開的這個時候 他們的員工大部分會用台灣人 還是用中國人 當然用中國人嘛 錢在一條龍賺回去嘛 但是當你離不開中國的產品的時候 這個時候還需要打台灣嗎 所以我說看問題不要那麼膚淺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拜託 下集見 拜 拜託